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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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作为大德翻开佛学入门 第158页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 第31章的 菩萨所修的四摄法 还有四弘四愿这一章 这一堂课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菩萨的四摄法 介绍完毕 也就是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必须注意这四个原理原则 也就是必须做到 能够布施 乐于布施 帮助别人 然后呢 并能在言语上 有善巧方便 得爱语 激励语 等等 来帮助众生 那 提升众生的这个智慧 心静 然后也能够 做利益 利益众生的 种种利行 并且呢 能够跟他 同甘共苦 和光同臣 行这个同四摄 那这四摄法呢 你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 那在菩萨 自度度他的同时 必定呢 能够无障无碍 非常的顺利 不但能自度 同时也能够度他 那没有 其他的种种的 无畏的烦恼 产生 那接下来呢 要继续 谈的这个 第158页 倒数第二行 这个部分 也就是 提到说 菩萨 他在出发心的时候 必须原四圣地 发四弘誓愿 以广心量 以明去向 菩萨为什么 必须发这个四弘誓愿呢 其实他的目的 也就是要 拓宽 拓展 菩萨的心量 也就是要 破菩萨的 这种 也就是要 破菩萨 行者 修行者 他的那个我执 以及法执 如果 你的我法二执呢 很重 处处呢 还是为自己而修 为自己 而 而断 种种的烦恼等等 那这样呢 他还是 我法二执未破 这样是没有办法 究竟 离苦得乐 因为他内心还有执着 还有所求 我们说 有求必苦 那有所执着呢 就一定 有障碍 不能 客观 忠道 没有忠道的 智慧 所以 在菩萨道里面 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 也就是要发 四弘誓愿 这个呢 四弘誓愿 是哪四个呢 第一个 也就是 缘苦地 对六道友情呢 受无量苦 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能够发出 一个大愿 什么大愿呢 也就是 发这个 众生无边 寺愿度的 这样的一个 寺愿 其实啊 我们说 发誓 到底应该要向谁发呢 平常我们这个 四弘誓愿 在受菩萨戒的时候 戒师啊 会引导我们 来发这样的一个誓愿 然后 每次的早晚课 我们也都常常会念 大家念的滚瓜烂熟 在做早晚课 对着 对着佛菩萨来发愿 对三宝发愿 其实这只是一个方便 因为 真正的誓愿 不是发给别人听的 也不是发给佛听的 而是 自己 深深的体悟 有感的 有感而发 这样的誓愿 才是真正的 有力量 有作用的 一个伟大的 一个事 一个愿力 才能产生 大力量 来破自己的 这个无名之作 所以 这个誓愿 是 修行者 必须 从他的内心 真正的 有感而发 是 他的菩提心 的展现 那为什么说 必须远苦地 才能发出 这样的一个 伟大誓愿呢 才 才要来 度众生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 有苦 他就不可能 想要出离 这个苦 不知道自己 有烦恼的人 他就不可能 去断烦恼 不知道自己身上 有病 他就不会去看医生 这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能够发这个 似弘似愿 真正 愿意去 廣度一切众生 的菩萨 他必定是 能够 对这个 四圣地 有所体悟 所以呢 才能够 从内心 真正的发起 这样的一个 愿力 因为 因为他自己 已经见到 这个苦地了 知道说 一切的众生 都是 都是 在这个 生生灭灭的 有违法中 在那边执着 因为有执着 不能接受 这样的生灭无常 的一个实相 所以呢 迷惑颠倒 在那边 不断地 想要追求 常乐我尽 不能体悟实相 迷惑颠倒 而造成了 无量的苦 所谓的 生也苦 小孩出生了 他也烦恼 那死呢 家里 这个父母 长者 或者有人意外死了 他也烦恼 有 有钱呢 也烦恼 没钱 也烦恼 有钱呢 烦恼啊 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怕他贬值了 担心 没办法管理 那没钱呢 他也烦恼啊 自探 比不上人家 我们众生呢 就是这样 所以 因为有 因为着相 因为有得失心 所以呢 不断地造业 不断地 这个制造 烦恼 所以呢 才有 我们所说的 什么三苦 或者是人生有八苦 好 然后 其实 如果你持续去想 那八苦 只是无量苦 所归纳出来的 比较深刻的一些提悟 譬如说 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还有 爱别离 苦 怨证会苦 无因之胜苦 求不得苦 这些 那这些苦 如果 凡夫他不能自觉 苦从何来 也不觉得说 我有所求的 这样的贪欲 是贪欲心 在 让我自己受苦 那他就不可能 去 断贪 臣吃 也就不可能 离苦得了 那 见苦地的 菩萨行者呢 如果 他能够真实的悟道 一切皆苦 也就是 诸寿皆苦 悟道 有求必苦 了解一切的苦呢 他才能够啊 知道 要怎么样去离苦 所以我们说 必须知苦 方能离苦 那我们 这样 能够知苦 而想要离苦的 这样就是菩萨 有智慧的 修行人 那如果是 凡夫呢 他是什么 吃苦 还不知道离苦 就像这个 区区虫 厕所的区区虫 明明在 这个 粪食之中啊 可是呢 我们 把他 拿开了 放到清水里 他反而 就不能适应 就死掉了 因为他的习性 就是如此 他就是喜欢 这个死尿 糞死 这种地狱 等于像一种地狱的环境里面 就像 一个没有修行的 凡夫 他很喜欢 抽烟 打牌 喝酒 等等 甚至吸毒 在别人来看 明明是苦 苦差事 可是呢 当他 执迷不悟的时候 迷惑颠倒的时候 他还把他当成是天堂 这个时候 你怎么劝他 不要再去那种地方 都没有用 他怎么样 也不会想要离开 或者改变他这个习气 所以 不知苦 是 就不知道 要离开的 不知出离 不会离苦 所以为什么 佛 四圣地里面 一开始 就要你 去体悟 这个 诸法 诸寿皆苦 的这个苦地 让我们呢 能够真正 去体悟到 世间一切法 因为无常 便义 终究 是了不可得 即使 是乐 也是短暂 即使是五欲 种种欲望 也是短暂 终究 是苦 如果你能够 见到这样的苦地 你必然 就不会 再去执着 那不执着呢 你就可以面对 一切的变化 面对一切的无常 勇于承担 那这样呢 就自在解脱了 所以 菩萨 他能够见苦地 自我放下 得自在 对世间 不再 着相 分别 有所求 他自己醒来了 觉悟了 深深体悟到 佛法的妙用 佛法的伟大 佛福斯 这个 释迦牟尼佛 他的慈悲 因为自己受用 受益了 解脱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 自然就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愿 这样的一个大愿 愿意呢 也去 帮助一切的众生 就像 释迦牟尼佛 当时 尊尊教会 49年 一样 这个也是 菩萨 他能够 悟到 悟苦地之后 深深 来深发这个大慈悲心 所发的一个愿 所以绝对不是 口头上的 不得已的 或者是为了 说给菩萨听 然后呢 希望得到菩萨的加持 等等 才发的大愿 所以他发的是 非常诚恳 自然 绝不像我们呢 出 这个 去受菩萨戒 在发 四弘四院的时候 或者每天早晚课 都讲的 内心 有点虚虚的 因为我们都觉得 我真的有那样的 一个 能力 可以去 广度一切众生吗 好 而且 我们常常都会说 我自顾都不暇了 怎么可能 还去顾到别人 所以 二圣人呢 其实 他的心量 也就是因为这样 没有办法扩展 所以呢 他就 被自己 给绑死了 就没有 这个大作为 一个人 他如果 处处都只要想到自己 那他呢 就不可能 有利益众生的大作为 所以菩萨呢 必须先放下 自我 的这一些 执着 真正的 没有我的时候 无我 他才能够 发出 这样的一个誓愿 愿意去 广度一切众生 但是 我们也要知道 度众生 而时无众生可度 这是在金刚经里面 所说的 其实 度与不度 都不是 这个 外人 由外面的人来 来帮助我们 度谁的 我们没有能力去真正度到别人 因为 如果他自己不觉醒的话 你永远 是不可能 度到他的 你说好说歹 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 去度众生 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 度生的一个源 而已 只是一个助源 那刚好 因缘俱足的时候 他自己 也能够 醒悟 这样呢 才能够真正的 度到众生 帮他 觉醒 所以 菩萨呢 佛菩萨 三宝也是一样 三宝啦 佛法僧 师父 经书 佛菩萨 其实呢 他们都是我们觉悟的一个因缘而已 是一个助缘 真正要觉醒 还是要觉悟 还是要靠自己 就像我们常说的 个人修行 个人聊 自己吃饭 自己饱 即使像那个安安尊者啊 他每天都在佛陀的身边 是个侍者 跟着佛陀二十五年了 可是呢 他 到佛要入灭的时候 还是没有开悟啊 所以有一次呢 佛 就 故意 问安安尊者 他说 他说安安啊 我吃饱了 那请问你 你吃饱了没有 安安呢 因为他随时在旁边 等佛吃完饭 他才 自己用 所以呢 他当然回答 佛陀安 我当然是还没有吃啊 那你已经吃饱了 所以我肚子还是饿的 这时 佛陀才为他点话 跟他说 他说安安啊 所以说 开悟要靠你自己啊 我没有办法 帮你开悟啊 因为安安呢 他一直认为 我是佛陀的 堂弟 又天天跟在身边 所以呢 我不用努力啊 只要佛 他帮我点 加持一下 那就一定啊 很快就可以开悟了 有这样的一个依赖心理 所以呢 佛才这样子 善巧 方便来告诉他 所以 我们 要了解 众生是 自信自度 非佛能度 非法师能度 非别人能度 要觉悟 一定要靠自己 就像 吃饭 睡觉 或者是 生病 要病好 这些呢 都不是 别人 能够帮你的 帮不上忙 我们要不要开悟 要不要觉醒 也是 要靠自己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金刚经理 他一再的强调 度 度尽无量无边众生 而时无众生可度者 其实 就是 要让我们了解 这一点 那第二个 世宏寺院的第二个 也就是 园吉地 而发 这个 烦恼无尽 世院段 的这样一个 大院 那发大院呢 其实 也就是 要以院导行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世间 世间的任何一法 任何一个事业 没有一个 一件事呢 不是 都要具足 这个信愿行 才能成就 不管你做任何事 一定是 要 有自信 然后呢 还要 有大愿 然后还真正 要能够去实行 信愿行 三者不可缺 那 发这个 烦恼无尽 世院段 是因为 他对这个 苦的因 苦因 也就是所谓的 吉地 这个吉 也就是 前面所说的 人生的 无量苦 他的苦因 他能够看到 知道 我们前面只知道说 哎呀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等等 对不对 爱别离 也是苦 逆境 也是苦 无偿 也是苦 我们都觉得苦是 别人 给我的 是别人造成的 是环境 害我的 环境造成的 那这样子 不是真正见到 吉地 也就是 吉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 遭感苦因的 遭吉 这个能够遭感 聚集这些苦的原因 这个称为吉地 真正让我们烦恼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别人 不是外境 而是自己 所以能够深深体悟到 见到吉地 的这个修行者 也就是他能够真正看到 哇 原来 一切的烦恼 都是自己造成的 也就是他能看到 烦恼来自于自己的执着 烦恼来自于自己的无名 烦恼来自于自己的贪嗔痴 知道 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的问题 这样呢 他才能够啊 真正的 知道从哪里去断烦恼 怎样去下手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烦恼都是 自身的呢 是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呢 是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呢 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说 人家这个很有钱 那我们呢 经济比较不好 不如人家 如果呢 你能够像中庸里面所说的 恕富贵行富贵 行乎富贵 然后恕贫贱行乎贫贱 君子呢 无辱而不自得 如果你比较没钱 别人有钱 可是呢 你能够像中庸 啊 这个 所说的 富贵的时候 你就安于富贵 啊 做你啊 该做的事 那贫贱的时候呢 我们就安于贫贱 这样呢 他就是一个 伟大的君子 啊 君子了解这样 所以他呢 能够处处 啊 这个 自得 不管是有钱没钱 他都是什么 哎 宜然自得 啊 这个如如不动 不受影响 那我们现在就是 富贵不能安于富贵 怎么说呢 当你富贵的时候 哎 他就怎么 想到要吃喝嫖赌 奢侈浪费 不能安于富贵 对不对 你本来是怎么生活 你虽然现在有钱了 但是你一餐 该吃的 啊 吃的就跟以前 一样的 啊 吃饱就好 不必过 过度的去追求 啊 所谓的山珍海味 啊 要一餐呢 什么圣大 圣诞餐呢 要 哎 多少万 啊 这样子 显示自己的 这个身份地位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就是没有安于富贵 那这样呢 就是凡夫 就是凡夫 好 那 平坚能安于平坚 好了 我也可以当老板 我也可以风光 一时啊 但是呢 今天姻缘不具足 好 生意失败了 我也能够安于我的现在的身份 地位 现在的环境 好 有钱没钱 但都 没关系 但是不改我的内心的 这样的一个 平实的 朴实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依然呢 能够青菜豆腐啊 菜根香啊 自得其乐 好 所以说 一个人 如果他能够 不受环境影响 是在于他的心 他的智慧 他的认知 观念 如果 他呢 只着重在 外 外境 的好坏 美丑 着相了 那这样呢 他必定啊 就会 时时 受到境界影响 而 这个 起种种的贪嗔痴 那如果 他能够啊 知道 不被外境影响 那内心呢 哎 他自然就烦恼不生 所以 环境再怎么变异 如果 他有 绝躁的智慧 那绝对呢 哎 不会产生 烦恼 哭恼 他还是能够从境界 逆境当中解脱出来 烦恼 是来自于外界 来自于内心 自我的 一些比较 执着 潘欲 有所求 求不得 所以才苦 是来自于内心的问题 所以 菩萨呢 他知道 他见到极地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呢 他一定能够深深的 发现说 啊 原来啊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 承担起来 知道了 放下 谢谢大家